兩名男子沿路走來走去 每一台電眼都清清楚楚拍下 他們疑似就是偷包包賊 春節期間出遊 包包裡面全是證件 信用卡光現金就有4萬多 等到響起來時已經來不及 因為趕到現場早就不翼而飛 雖然馬上報了警 與其坐在家 趕交集 乾脆自己來辦起 名偵探科男 今天如果我們問了很多 包含大樓 住家 店家 還有公廟跟里長等等的 我們自己就大概 掉了八九個畫面 那期間只要有什麼資訊的話 我們都趕快回警局 就這樣年假這幾天 都在掉監視器 奴隸之下果然掉到了 當年初三早上9點多 流星男子跟老婆吃飽了 想出門運動一下 一起到桃園中校公園運動 結果腰包放椅子上 忘記拿遭小偷釘上 嫌犯徒步走了18分鐘 從公園一路到玉山街的巷子裡 不見蹤影 目前這時候還沒有找到人 但他們就清楚 盡力處理這樣子 本首依規定受理 並沿線調業 沿線監視器 鎖定對象特徵 還好店家熱心 及時給予幫助 當事人連跑四趟警局 包包還是沒找回 警民合作 這下監視器已經清楚 拍到嫌犯 恐怕想逃也逃不了了 TVBS新聞林志偉嚴 身份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